上回叔叔的因为射手出装逐渐去同 于是策划推出了射手装共创 现在体验服又是对电刀 排床席心 无忌 影刃 宗师 逐日 日边 做出了集体调整 这集近60位英雄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核心改动是无忌战刃 暴击率下调 被动固定40%的暴击效果 改为25% 但在暴击率超过60%后 暴击效果翻倍 因为部分射手六神装 是突破不了60%暴击率的 所以今后这些射手 大概率要抛弃无尽这些装备了 在此基础上 以后的射手将分为 新版装备法球流和传统暴击流 首先是新版装备法球流 以此为代表的装备改动是 电刀和寒霜席心 电刀移除暴击率 修改合成路径 被动也做出调整 普攻固定造成额外伤害 且每三次普攻 必定会产生一个闪电链 像马可后期一缩死弹 可以打三次闪电链 体验节更是直接看不清 寒霜席心 移除减攻速设定 保留普攻减移速的被动 最多跌5成 跌满后 对目标的普攻法球 会额外造成25%的伤害 持续5秒 冷却10秒 精准效果下调 那现版本的电刀和寒霜席心 因为其装备特性 要么是万斤油的存在 要么就是极度冷门 在改动后 这两件装备的共同点是没有暴击率 但法球效果稳定 纵观其他装备 可以发现 这个改动思路是基于墨式的输出逻辑出发的 而作为法球流的核心 是寒霜席心的新被动 法球额外增伤 也就是说你的法球装备越多 这个效果就会越强 相当于帽子和破军被动的存在 这样以后舍弃无忌 墨式电刀 寒霜席心 就会成为新的搭配 在过一通寻找后 发现适配法球流的射手不算多 公孙黎 马可 敌人杰 位列其中 后翼处于摇摆位 把把事件放到其他职业 人选就多了起来 像暗系呢 老夫子啊 甚至米月啊 司空阵都可能受益 然后就是传统暴击流 以此为代表的装备改动是 无忌 引刃 忠师 逐日 引刃基础属性中啊 攻速降低10% 暴击率提高5% 移速提高5% 修改合成路径 被动增加移速降低5% 忠师暴击率提高5% 逐日暴击率降低5% 价格降低50 修改合成路径 日渊同步修改 那因为啊 无尽改动需要堆暴击率 以后啊 第一件出的话 性价比将大大下降 而想走传统暴击流 引刃将会替代曾经电刀的位置 像不太吃攻速 纯粹打爆发的英雄来说啊 例如啊 树山枪 成吉之寒 宗师啊 也要排在无尽前面的 此外相应的名文也要做出修改 按照现版本 三无双期货源 加上引刃25% 无尽20% 下巧啊 只能到58.3%的暴击率啊 到不了60% 所以未来啊 只带10货源 能卡到61% 因为啊 除了阿科 猴子的初始暴击效果 分别为125%和150% 其他英雄啊 初始暴击效果都是200% 达成无尽被动后 直接翻倍为50%的暴击效果 达到暴击效果上限 250% 未来啊 三无双就已经没用了 所以啊 无双又变成 阿科猴子的专属名文了 具体适配的射手有 加罗 黄中 后翼 水耳虾 鲁班七号 陈一思涵 这可能会有人说了 啊 这这这不对吧 还有几个射手该何居何从呢 确实 是存在这个问题 像萌亚第一任出无尽 已经是共识了 天出引刃 强势器啊 将大大延后 鱼姬也是如此 宗师引刃 都是不再选装备 还有现版本强势的原方 名为啊 轻一射十亿变 装备啊 更是凑不到60%的暴击率了 而也走不了法球流 狙击流守约 也因为啊 无尽暴击率的降低 再吃一刀 那你觉得这就完了吗 远远不止啊 所有物理系的英雄 只要和无尽 搭点关系的全部削弱 像蒙田呢 点尾呀 飞呀 暴击流 原歌啊 凯 韩信 公本 雅典娜 输出流 吕布 要么换名文 要么换出装顺序 要么就是只能告别无尽 不过指出宗师的英雄啊 还算一波小增强 这里啊 就不再罗列了 接着啊 并必须出 宗师既不能先出 也不能堆满60%的暴击率 一旦改动上线 除非对阿克啊 单独调整 否则啊 被大砍 没有什么区别了 同样境遇也不好过的 还有猴哥 道理也差不多 就不再赘述了 总而来说啊 这是物理桩的调转 堪称王者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动 射击英雄啊 近60位 可谓是几十加欢喜 几十加仇 如果上线 一定是大洗牌了 大家对这次改动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 一见不散